他收入是不是4億 監察院 然後呢 然後支出3億4 因為他這樣灌水搞不好只花了1億 第一批錢他就結於3億 然後募肯也賣了5000萬1億嘛 然後這個加上現金很多人捐 加上他的1.11的一票30塊總統的補助款 以及政黨的一票50塊的1.5億 加一下真的可能快10億耶 我覺得不必去扯藍綠啦 因為這個落選的總統候選人 自從台灣光復以來 第一個人去買房子 而且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我算一算搞不好有10億 第一個 他收入是不是4億 監察院 然後呢 然後支出3億4 因為他這樣灌水搞不好只花了1億 第一批錢他就結於3億 就是收入減支出 第二呢 然後募肯也賣了5000萬1億嘛 然後這個加上現金很多人捐 加上他的1.11的一票30塊總統的補助款 以及政黨的一票50塊的1.5億 加一下真的可能快10億耶 所以我覺得很誇張耶 就是真的是下定決心撈一次耶 而且重點是他的發言人跟他自己 他老婆都在說謊 因為你就犯 你就認錯嘛 看人民要不要給你跟政黨一個機會 沒有 東扯西扯都會胡說八道 就是 我覺得他這幾個檯面上的人 到了無恥的境界 很可怕 政治可以這樣子沒有誠信 胡說八道亂講話 不必去扯誰啦 別人沒有像你那樣嘛 別人都是用租的嘛 其他的選主席如果落選啦 那朱立倫是用租的嘛 他的基金會等等 沒有人去買房子 然後那又不是土豪 一下就扎4300萬 那錢搬過去就買了 還看了這個豪宅1.2億的 叫做元大的那個房子 然後看了什麼淫宜間裡面的小宅 然後給他兒子 你看了五六個房子 加起來要多少錢 你有多少錢可以付錢 你這樣買 我真的狠狠撈一次 我覺得很 我覺得非常惡劣 我覺得人色崩盤 臺灣的眼睛 民視 臺灣的眼睛 民視